他的母亲欲言又止,旁边的刘海平父亲也跟着突然岔开话题,他的妹妹面对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沉默不语,暗自流泪。 而对于刘海平怎么从县城的小服务员变成了国家干部,又怎么带着全家全都成了公务员? 还有刘海平偌大的财产是从何而来?柳家三人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,全部都是一言不乏,都说不知道。 那这样一来,案子就陷入了僵局。 不过幸运的是,此时北京来的公安刑侦专家却又有了收获。 这些专家仔细研究了现场的汽车残骸,终于发现了引爆器的碎片。 专家们惊讶地发现,这是一个设计巧妙的无线电引爆器。 通过无线电发送信号,电雷管上的接收芯片,在接收到信号之后,自动起爆。 这种引爆器的特殊结构并不是矿山等民间的设计,反而非常非常向军方的工程兵们常用的引爆器。 它有一定的加密功能,能够防止被人意外的引爆。 最最重要的是,根据对引爆器的分析,专家们认为遥控引爆的凶手不可能超出车辆200米。 那换句话说,当时凶手应该就在爆炸现场,很可能会有目击者看到这个凶手。 这个结论,为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巨大作用。 于是第二天,刑警们再次对目击群众进行走访,尤其让他们回忆在爆炸附近200米内有没有可疑人物。 在刑警们的反复启发下,终于有个老太太有了惊人的回忆。 老太太就是如意院小区的住户,案发时正在门口大树下乘凉。 当时附近很热闹,街边有卖水果的小商贩,有修鞋的,配钥匙的,卖报纸的,还有在大树底下打牌,下象棋的。 老太太当时一个人在树底下打毛衣,突然有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快步走过来问他,说这里是如意院小区吗? 这老太太是老干部出身,曾经参加过革命,阅历很丰富,他一眼就看出来,这个男人神色十分慌张,而且门口的外地方言,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更加奇怪的是,在老太太回答这里就是如意院之后,这个男人就转身走到了小区门口,站在路边不动,然后他拿起一个手机,似乎要打电话。 就在这之后不到五分钟,那个巨大的爆炸就发生了,刘海平坐的车被炸得粉碎,附近的路人大乱, 有尖叫的,有逃跑的,有的还冲上去救人,有的吓呆了就不动了。 而此时老太太惊讶的发现,这个男人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,他一没有逃走,二没有救人,三没有呆在原地不动, 反而是快走几步,钻进了路边一辆停着的警车,然后扬长而去。 老太太觉得奇怪,明明是出了爆炸这种大事,这辆警车怎么不去救人,甚至不去看看情况呢, 反而是掉头就走了。 在强烈的怀疑下,老太太记下了这辆警车的牌号。 老人毕竟阅历丰富,害怕这件事情不简单,怕说出来引火烧身,所以在当时警方第一次调查的时候,他没敢说。 在公安部专家赶到以后,老太太知道案情重大,而且惊动了高层,明白这不能隐瞒,所以这时候才交代了这个情况。 此时是案发的第二天。 在得到这个重要情报以后,刑警们欣喜若狂,立即去着手调查。 结果毫不费力的,就通过车牌号,发现了那辆警车的所在单位,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三大队。 根据第三大队的队长介绍,这辆车主要是副大队长陈志使用。 而案发的时候,陈志并不在局内,他有足够的作案事件。 了解到这条线索以后,警方起初并没有打草惊蛇,而是对这辆车进行检查。 很快就发现,在车上有微量爆炸炸药的痕迹,而且炸药和爆炸现场的炸药是完全一致的,所以就更加确定陈志有重大的杀人嫌疑。 之后,刑警立即对陈志进行抓捕,但公安局声称,陈志生病请假了,目前不在单位。 通过调查,警方发现陈志行为反常,他在当天购买了一张飞往青岛的机票,似乎要外逃。 于是,刑警们立即行动,当晚就在青岛机场把陈志给抓获。 这五十岁的陈志也是老警察出身,对警察是了如指掌,也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 所以,面对刑警的询问,他很快就承认了爆炸案是他做的,并且交代在案后砸毁了手机和遥控器,丢弃在了家附近的一个公用垃圾站内。 刑警们立即赶到垃圾站,抢在垃圾工人之前,起获了这个重要物证。 然后和现场的引爆器进行比对,证明这就是作案的凶器。 由此,陈志是杀人凶手,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。 对于询问陈志为什么要杀死刘海平,陈志的说法是自己和刘海平有冤仇,所以报复杀了这个女人。 不过,警方却注意到,陈志已经有五十岁了,显然不是那个老太太所说的那个三十岁的男人。 那么由此推断,她应该还有其他的同伙。 可对于这一点,陈志却咬住不说,声称案子就是自己做的,没有其他人。 于是,警方连夜找到那个老太太来辨认凶手。 老太太说,这个人头发已经花白,而那个问她话的中年人身强体壮,年纪看起来不大,绝对不是陈志。 所以,对于陈志的供述,警方并不相信,对陈志的社会关系再三排查,也始终没有发现她跟刘海平有任何的交集存在。 警方认为,这两人应该并不认识,所以更谈不上有什么冤仇。 所以,刑警们猜测,陈志应该是被雇佣的凶手,在他的上面,还有雇佣他的主子。 对于警方询问,幕后主使是谁,陈志咬死不说,也许他还抱有一丝幻想,认为背后的指使者会利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救他, 所以,他始终都保持着侥幸心理来顽强抵抗,拒不交代。 不过,他不交代没关系,就在陈志咬住不说的同时,另外一路警察连连告捷,又有了意外的收获。 在得知杀死刘海平的凶手被捕以后,刘海平的前夫,那名医生主动找到刑警,要求说明情况。 这个身患绝症的医生是这么说的。 虽然刘海平欺骗了我,害我得了绝症,但一日夫妻百日恩,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 看到他死得这么惨,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事情讲清楚。 之前我不敢说,是因为刘海平背后的这个人位高权重,伸个小指头就能碾死我。 我一个小小的医生实在是得罪不起的。 现在既然凶手已经被抓到,看来离破案也用不了多久了,中央的首长也重视这个案子,公安部也派人来了。 我想这样的话,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。 在抽了一根烟之后,这名医生鼓起勇气,开始说起了这个故事。 就像我们上期所说的,医生和刘海平认识几个月就结婚了。 其实当时医生的工作虽然是还可以,但他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。 他来自农村,父母都是农民,没有什么积蓄和势力。 而且性格软弱内向,一没钱,二没情趣,一般的女孩子都看不上他,所以他也不会这么老了都没结婚。 那他自认为是配不上刘海平的。 因为刘海平人家长得漂亮,又精明能干,工作又好,更重要的是人家有钱。 当时两人结婚的费用,甚至婚房都是刘海平提供的。 当时这个医生他就感觉奇怪,刘海平这么出色的女人,为什么偏偏找自己呢? 直到结婚以后,医生才逐渐的发现情况不对。 在结婚当晚,医生就发现刘海平不是处女。 他解释说,自己之前有过男朋友,所以已经不是处女了。 医生虽然心里不快,但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,也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些事情,毕竟都过去了。 婚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,可是他万万没想到,这开头这一个小插曲就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 结婚以后,他开始逐渐发现,刘海平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。 从两人刚结婚不到一个月开始,每个月总有几天,刘海平就谎称去父母家住,去妹妹家住,甚至说是单位出差,然后消失一到几天。 开始医生觉得没什么,但一次意外事件让他彻底傻了眼。 当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几个月,一直放在刘海平的父母家。 一天晚上,几个月大的儿子突然发高烧,四十多度,非常的危险。 情急之下,刘海平的父母深夜,打电话到他们家里,找夫妇两个人。 可刘海平的父母不知道,刘海平当天撒谎说晚上要住在父母家看孩子。 那这一下子就穿帮了。 于是医生第二天质问刘海平。 刘海平说自己其实没有去父母家,而是去了妹妹家。 她妹妹也联合起来,帮着她圆滑。 医生见状,她妹妹都帮她,就故意的装作不在乎,让这事过去了。 但其实,她自己留了心眼,在暗中也开始留神。 有一次,医生开同事的车,悄悄跟踪刘海平,发现刘海平进了一个小区的一间单元房,整整过了一夜,第二天才出来。 而且当天晚上十点以后,天都黑了,医生发现有个年纪很大的男人也进了这间房。 这个人,医生一眼就认出来了,这个人在济南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。 发现这件事以后,她更是确信了自己的怀疑。 从当年儿子生下来,她就发现孩子根本不像自己。 所以后来,她找医院的熟人偷偷做了DNA检测,发现这个孩子和自己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 说到这儿,人们才明白,为什么医生立即离婚,而且还不要孩子。 其实刘海平在他们婚前就有一个情人,和医生结婚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,这个孩子也是那个情人的。 那医生等于婚前婚后都戴了绿帽子,还帮别人养儿子。 而且过分的是,刘海平在婚后还和情人保持着性关系,每个月都同居几次。 可这医生,她虽然恼怒,但是畏惧她情人的身份,所以也不敢怎么样。 最后实在熬不住了,只能以感情不合为理由离了婚。 在离婚以后,她越想越生气,长期失眠,患上了轻微抑郁症,无法再继续从医。 医院对她很好,让她休息一年。 可是期间,她自暴自弃,大量饮酒抽烟,明知道身体有问题也不去检查。 最后出现了连续的大便出血,才去检查,发现此时已经是直肠癌晚期了。 当刑警问到刘海平这个情人是谁的时候,医生犹豫了一会儿,说, 这个我还是不说了,你们去问她的父母,他们和这个男人接触了十多年,知道她是谁。 而至于这个情人和刘海平的死有没有关系,医生说,刘海平平时带人接物还都是不错的, 对家人好,对朋友也不错,从来不和同事红脸, 甚至对并没有感情的丈夫也算是体贴。 所以医生认为,应该不会有人因为某些原因故意要杀她。 那么这么看来,刘海平的这个情人就很值得怀疑。 但是,刘海平在暗中却为这个情人做了很多事情, 包括在单位里非常低调,在外面从来不张扬, 甚至和完全没有感情的医生结婚,都是为了这个情人的声誉。 那么这么来看的话,到底是谁会想要杀害刘海平呢? 她的这个情人又是谁呢? 虽然医生说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, 但她始终不肯说刘海平情人的名字。 刑警们无奈,只得再去走访刘海平身边的同事和朋友。 可他们发现,有意思的是,明显很多人都知道刘海平的一些事情,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开口。 刑警们无奈,只得追到刘海平18岁的时候担任服务员的辽城县招待所, 这才有了一点眉目。 由于辽城距离济南太远,当地人不太了解济南的事情, 所以这才讲出了一些内容。 刑警们找到了刘海平当年的同事,一个老年服务员, 他会声会色的,说起了这么一件事情。 刘海平当年来到招待所的时候,还是个18岁的姑娘。 辽城是个小地方,这家招待所是全市唯一一家四星级的酒店, 主要接待政府干部。 刘海平当时很年轻,长得特别水灵, 要胸脯有胸脯,要屁股有屁股, 人们都说他是辽城一枝花。 由于长得漂亮,领导就让刘海平负责招待招待所的唯一一间豪华套房。 这个豪华套房,一般都是外来出差的重要领导干部们采用的专用房间。 1997年的一天,一个干部住进了这间套房, 可没几天,老服务员就发现了不对劲。 本来服务员们都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, 领导喊的时候才会进去, 平时就只站在外面的服务台。 但刘海平经常长时间的留在套房里面,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 大概两三周以后, 有一次老服务员负责职业班, 一大早从过道走过去,去倒垃圾, 突然就看见刘海平红着脸, 偷偷的从套房开门溜出来。 老服务员是过来人, 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, 肯定是刘海平伺候干部伺候到床上去了。 虽然当时他没把这事说出去, 但这种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, 很快就有了一些风言风语, 结果没过多久, 这个干部就被调走了。 随后刘海平也跟着辞职了, 听说有人给他办了农转飞户口, 调到一个大型国企去当工人去了。 再后来,老服务员就跟他没有接触过, 只听说他混得很好, 把父母和妹妹都接到了吉南。 那通过这个调查, 刑警们终于解开了之前的疑问。 这个刘海平他之所以能够一飞冲天, 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干部情人的帮助。 根据刘海平的所作所为和所受到的待遇来看, 他的情人应该官职不小, 非常有能量, 而且已经有了家世, 不可能去和刘海平结婚。 果然, 就像是刘海平的前夫所怀疑的, 自古穷生盗, 奸生杀, 这种不伦恋情搞出来的人命案子是不在少数的。 那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情人一手策划了这个案子。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, 就是要查出刘海平的情人究竟是谁, 看看他和杀人凶手陈志有什么样的关系。 于是带着这些疑问, 刑警们又去了刘海平的父母家。 此时他的父母得知凶手已经被抓住, 也知道案子惊动了中央首长, 这才彻底的打消了他们的顾虑。 面对刑警们讲述的刘海平前夫和辽成招待所同事的话, 他的父母也都表示这些都是真事, 刘海平确实有一个长达13年的情人。 原来刘海平在出世前, 其实就曾经怀疑过, 这个情人有可能对自己下手。 刘海平的父母说, 女儿在临死前曾经悄悄的跟他说过, 他觉得自己最近可能要出世, 如果自己死了, 那下毒手的肯定就是段义和。 听到段义和这个名字, 在座的刑警们全都惊呆了。 段义和在济南是绝对的大名鼎鼎, 这绝对是人所共知的, 他是当时济南市的第三把手, 是当时的人大常委会主任, 党组书记, 还是上一届的济南市副书记, 副省级干部。 不过即便他是副省级, 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, 因为案子此时已经是中央高层关注的公安部督办案件, 即便是正省级, 也是一样要搞。 另外在刘海平的父母家, 刑警们还发现了一张藏起来的刘海平和段义和的亲密照片, 可以证实刘海平的父母是没有说假话的。 而且, 刘海平手机的信息显示, 刘海平与段义和有过很长时间的电话和短信联系。 于是刑警们立即对段义和和刘海平的情况进行调查, 很快就理清了这两人的关系, 也明白了段义和为什么要杀死。 绝对, 根本来看来就ταν跳海平的回答阅通时钸员。 savior温度通时钸员的病人非常重要照顾线走, 请记法住之ana尽码通过它也 ting顺谷犹破 CI, 已经忍后潮了不在满派了脑空気我们写下。 社交住的东西是怜 id的话空格比较糊起来的段逎谷状借接完轿我的нес敞ineruf conversation。